美国近来极端高温频传 非营利组织第一阶基金会 最新的研究预估 到了2053年 全美国有超过1亿人 将会居住在所谓的极热带 也就是每年至少有一天的气温 会超过摄氏52度 范围涵盖了美国东西岸 还有中部多个州 南部各州 还有可能一整个月 都会处在接近摄氏40度的 极端高温下 艳阳高照 美国加州的海滩不见人影 却有不少民众来到这个小亭子 一边淋浴一边拍照打卡 假装体验西雅图阴雨绵绵的天气 不过未来要忍受极端高温的日子 恐怕只会多不会少 美国近三十万亿人 将会居住在最终的超级热带 在最终的30年 因为在气候改变 美国非营利组织第一阶基金会 透过模型预估 到了2053年 全美超过1亿人 将居住在所谓的极热带 也就是每年至少一天的气温 超过摄氏52度 范围涵盖1000多个郡 除了德州往北到五大湖区 西部的加州 亚利桑那州 以及东岸多个州 恐将处在极热带区域 南部各州 还有可能一整个月 都会处在接近摄氏40度的极端高温下 热伤害致死的风险大大增加 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气候 美国最近一份民调却显示 相信自身行为 会影响气候变迁的民众 从2019年的6成6 下滑到5成左右 如何唤起民众减碳意识 是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林佑任编译